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加面Alpha,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4年2月6日周二下午的2点53分 新春将者,共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有个好气象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项目是MillionTran 那么为什么要去招招呢? 因为它在2月5日中午12点的时候发射了一个人民发射平台 那么我们需要去做这样一个交互任务 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积压的方式获得一定的power 然后用于获取他们的MillionTran的代币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啊,还是要去说明一句话 那么本视频不做任何投资意见啊,任何加密世界的投资 或者是名文类的投资,甚至是游戏类的投资 都有可能让你损失掉本钱啊 那么在做每一次交互任务的时候,尽可能使用到新的钱吧 那么避免到任务比较多的情况下 空投交互比较多的情况下 建议你每个钱包的命名方式 以当前做的项目的名字为准 这样以方便于你去做空投 比如说他发空投 然后你可以知道你是用哪个钱包来做的 避免到时候混淆 那么我们要如何参与呢? 首先这边的话是主网的一个链接啊 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个主网的页面上了 然后需要登录一下 那么是点一下转营脑 这边的话会有一些就是登录的方式啊 那么明白人也可以看得出啊 他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的严谨的登录方式啊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其实内部操作可能是尽可能跟推特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是以推特的实力为主啊 那我们点一下推特登录 因为他在登录推特之后 还需要连接到我们的钱包 那今天的演示以小狐狸的钱包为准啊 然后这边我们登录完成了 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他的响应啊 那么在响应期间的话也可以说一下 Million Tran的话已经向Launch Pie的平台发布了 大概是2100万枚的这样一个类似的代币啊 那么虽然占总供应量的话是只有1%了 但是也是相当多的啊 所以我们要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个如何去介绍这个Million Tran的话 我相信大家知道那个蓝盒子 就是那个BRC420的蓝盒 那么他一跃是翻了2000多倍就说 然后他就是设计 一开始设计他的话是 稍等一下 那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机验证 那么他是那个蓝盒子的话 他是由Bitmap Pack是顶级的那个OG团队来设计的 那么同样的话 Million Tran的话也是由这个BitmapPack推出的 所以价值是非常高的 可以小期待一波 那我们点一下Follow 然后完成一些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关注任务 然后我们这边滑掉页面 然后等待他的响应 这个时候的话需要连接到我们的Discord 所以在做这些简单的任务的同时 需要把我们的Twitter啊Discord啊Telegram们 都需要放置在后台啊 以方便将你后续的操作 那么他这个 人类发射平台还是人民发射平台 这个就翻译问题了 这个倒不重要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还没有进行这样的人机测试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他的响应时间 那么今天会给大家出一个 就是在本期视频当中会有一段是以手机截片的方式啊 告诉大家如何再进行第二步 就是第二个子任务的时候 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这边会做详细的参考 那么今天的话 那么稍等一下 那我们继续来完善这样的一个任务 然后是在这里的话 应该不单单只是说就是点进去就好 应该是有一些要加入的东西 那么首先的话是 点一下这个啊 点一下那个有火的这个地方 他目前参与人说应该是109075的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已经是以这样的身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频道 那么他其实只要加入这样的Discord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确定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邀请码 那么邀请码到时候我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如果使用到我的邀请码的话 我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样的加成啊 但是的话会方便你后续的操作 那这边的话我也去做一下我的邀请码的输入啊 稍等 感觉最近大家其实好像春节来临的话就是会比较忙吧 因为我感觉最近 我之前玩那个OZGAME的话 那个不是说每天都要去进行打榜吗 我发现最近打榜的热度也比较低了 所以大家可能是最近比较忙了 那我这边输入一下我的邀请码 然后点一下这个 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 然后我们去一一做一下任务 第一个任务的话是需要关注他的推特 任务比较简单啊 复杂是不会太复杂 那么选择正在关注的话 然后我们点一下那个把页面滑掉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显示我们已经完成 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勾示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邀请码 然后到时候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这个邀请码应该没有人数的要求 就是不会像之前前几期视频出的那样需要不同的邀请码 一次只能使用一个人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重点讲一下第二个任务啊 呃不太懂的话可以翻译成中文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的话那么它是在这里有所提倡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Mailion川的话是一个集成了ZK Rollup的网络等等的 这些是我在之前有说的 BS20的话成为热门的Odinos资产之一呢 确实在此前的话是有翻了大概2000多倍 甚至更高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任务的交互的页面 那么也可以从这里去找到他们的官网 然后这边有一些详细的操作 操作类程都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么我们去做的话是 其实是更多的话是在这里有所体现 那么还是不做任何投资意见 我只是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首先完成Dapp这个质押的话 这边的话是直接以视频的形式来给大家做 这样的一个演示了啊 如果你要做Dapp的话 请认真看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啊 那么紧接着就是Dapp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这边仔细看一下 首先无论选择任何Lan的同时啊 都一定要注意到它我们刚刚使用的是推特的登录是吧 登录完成之后它会自动生成一个钱包 所有今天操作的内容都需要在自 都需要在它生成的钱包当中体现啊 比如说你要转入到BTC的话 也要在它实时的自己 就是你推特登录 然后它分配给你的那个钱包当中体现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点开那个Mark Place 然后这边会有交易的Alan的这种B 然后你所持有的话都是在你的账户当中的 Counts当中有所体现啊 那么你这边把它所有东西都转入出去 然后再次点击输入到当前的就是那个地址 然后我们这边转入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地址上 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需要签名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边等待一下它的响应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点击到原油网站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交互的小窗口 那么在此之前的话需要将我们的小狐狸钱包打开 需要往当需要往就是我们推特生成的那个钱包当中 然后转入一定量的ETH作为燃烧的gas费 以及它本身所需要的费用 所以你账户当中如果有权 比如说大概会有它如图所示的话 那么一定不要全部弄完 你要有一定的费用留给你自身的gas费啊 然后这边点击转发送之后 然后当前账户就会有实时的你的钱 就是你刚刚转入的ETH 那么它的话是转入了0.0015 然后这边有所体现 但是一旦这个窗口打开啊 就关不掉了 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你就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就好了 当然你可以像视频一样 就是把这个关了 然后重新弄 这也是OK的 然后这边重新登录完成之后 又回到了此前的那一个界面上 然后继续第二步的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的话 你就会有实时的这样一个单子 那么所有的我刚刚说过了 那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钱包地址 不要转错 最终地址都是你推特生成的 哪一个它系统分配的那个钱包 所以尽可能要保证自己资产的流向是安全性的 所以不要介意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这个过程一定要认真看 如果你要做第二步交互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那么它现在就是已经获得了1000的人 1000几分吧应该是 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 第二步的详细操作 那么这边的话是可以获得大概 根据你质押的Alien的代币越多 然后你获得的Power数的话也是越多 那么具体数的话 它这里是有所体现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详细步骤 最多质押的话是你按同比例进行计算 如果是在这边的话最多是200万 那么可以获得8万的Power 那如果是100万的话那最多就是获得4万的Power 以此的这样同比例然而进行累推 然后第三步的话是说在Million的MillionTran的主网上持有BTC 得注意啊是在这个钱包当中是有BTC啊 在这个当中有BTC啊 不是说在原有的 比如说你连接小狐狸钱包啊 或者是等等一次钱包当中有BTC啊 这个无关紧要 然后这个页面是没有办法关掉的 所以会重复一点的 就是要把这个页面重新刷新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话它这个小窗口应该就不会再次出现 因为它很碍事了 有时候那么的话它是至多可以获得1000 然后FOR就是每0.00025BTC的话可以获得1000的Power 那么至高也是只能获得8万的这个样子啊 详细的规则都会在这边有所体现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步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在使用到存款这样一个钱包当中的话 它这里是有这样一个详细的操作 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会有的 所有转接的钱包的话都是在这里 它本身你用推特登录 它自动给你生成的一个钱包当中体现 不会在你原有的钱包当中体现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这里其实是今天主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网页也去点开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具体的交互的一个 swap的一个网页上 无论你做任何的swap 你连接完你的钱包之后 那我这边先简单的连接一下吧 其实不连接也没关系 因为不做第三步的交互 你这里看一下 它有所有的链的支持方式啊 你可以用Arbitrum 你可以用ETH 甚至是BMB或者是等等类似的 然后比如说今天是ETH 然后这边选择完之后 它这里有USDC USDT 还有那个ETH和那个WBTC 然后一定一定要看清楚 这里是Million的MillionTrain上的链 这里不能 这里它是会自动给你选好的 一般不用做任何的更改 那这里是有所体现的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进行这样的第三步的操作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包括即将推出的访问这样的一个官方桥 那么将BTC连接到这边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那说明它暂时还没有退出 然后等等等类似的一些 那其实这就是一二三步 那么我们获取的POWER的话 都会体现在这样一个数值上 POWER的等级也是会有不同的更改变动 然后更多的权利的话会通过质押的形式啊 今天其实讲的有三种方式啊 一个是邀请更多的人 一个是通过质押A链的这种代币 那么本身这种代币我没有去搜过 我也不知道它的价格怎么样 具体的话市场当中是有所体现的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交易情况 那么在等待它响应的同时的话 那这里是有所体现的啊 我们点开 然后这会出现到相对应的价格 其实在那个视频当中是有所体现的 那么这就是具体的数额 然后多少钱大概是在 比如说10万张的话 什么是在0.0308 注意第一步和呃就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啊 这两个步骤都是需要消耗盖死费的啊 所以在转出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那我们回转到当前此前的那个页面上 就在这个页面上 注意啊 做这一步的时候 以及做第三步的时候 都是需要消耗一定的盖死费的话 所以不能将钱包当中所有的金额全部都转出 如果你只是用一个测试号的话 你需要留一点账户当中的盖死费 以便于支付进行下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的话是具体的代币启动分配的总量 然后这边是这里 然后目前的话会收到代币的金额是有所体现 功率的话是百分之多少 这些都是在你完成123之后才会有所体现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的话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也很高兴大家能听到现在视频的内容 也记得仔仔细细的去看过 那么总的用户数达到了80402 那么总的这个power的数的话 是在这样一个数额当中 这一个项目还是说那种就是 其实是 LULA应该会赚的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 本视频不做任何的投资意见 那么请大家认真的去斟酌一下 然后再以便于这样 要不要进行这样一个交互质押的过程 然后会获得这样一个power等级 这里不做任何投资意见 那么很高兴大家能看到现在 然后也是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